我們最後做一個就是總結 就是說回去其實還蠻多功課的 請你針對像你有興趣的 像竊道就治安 或甚至交通好了 比如說你想要知道 全台北市哪一條路是最危險的 有沒有 那你可以查一下 或者哪一區的車戶案件是最多的 包含行人好了 或者是機車、自行車 它其實都有資料 那我們其實可以把那些資料統計出來 其實我已經做過統計了 我發現最危險的就是最大條路的路口 那些一定要記得放慢速度 不管你是騎車走路也好 一定要慢下來 這樣就可以驅急避兇了 因為好像其他路都基本上是安全的 好像到那個大路口 因為可能大部分人都很趕、很騎 然後又車很多、人很多 然後就會開始就會產生一些 就是車禍的問題 那當然如果可以避開 自然而然我覺得就可以 你減少很多的困擾 OK 其他也是一樣 那生活裡面太多了 衣食住行其實各方面資料 在我們的那個 這個政府機關的網站上都有 所以這個政府開放資料裡面 它目前開放的資料已經好像超過五萬種 我印象中 然後其中你們可以練習的 光那個CSV你可以把它拉到最下面 這邊的話 切到這個 切到好像就四十幾種 那如果你不是切到的話 你全部的話 有沒有這個資料其實全部的話 這裡面至少就會有多少呢 就有好幾萬 我記得好像CSV就三萬多種了 快四萬種 那其他還有什麼 JSON 然後還有XML 一堆資料 所以說真的 這裡面 這個光做練習就做不完了 所以有時候上課 請學生做這個練習 有時候不然你就爬這個東西 你再怎麼樣 也一定會有 會可以做很多東西出來 因為拼拼湊湊的 因為跑的比較慢一點點 OK 那最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針對剛剛講到的那個 就是政府開放資料裡面的 住宅切到好了 我們歡迎 其實這個 裡面的欄位數好像也都差不多 跟這個其實是一樣的 然後呢 我最後做出來 第一個就是 我們可以剛剛是用函數 所以剛剛用過的函數 包含幾個 比較重要的 第一個是 這LEFT比較簡單 VALUE 所以VALUE很重要 那第二個的話 我們這邊用MID 這個MID也非常重要 常用 然後再來這一串有沒有 其實呢 看起來很複雜 實際上就是有固定的步驟 先用FINE 先FINE FINE什麼呢 FINE零 再FINE裡 再FINE區 一層一層的 然後FINE到之後的話 再把它加一 就是它開頭 後面這個是 後面那個字 剛好這個 這個比較有規則性 它是剛好入跟接跟到 然後呢 我們就用MID把它切出來 我們就得到要的結果了 所以第一階段 像我課程裡面 第一個就是 會請他們先做 這個所謂的函數練習 然後呢 再把它變成 所謂的聚集 那這個聚集的話 實際上 很簡單 不用寫程式啦 但是你必須 把那個功能給叫出來 上面有個叫 其他命令 所以如果你完全沒寫過的話 可能要知道 這邊有多個東西 它叫做那個什麼 開發人員 其他命令有沒有 制定功能區 開發人員 那預設的話呢 它是關閉的啦 不過我印象中 好像最新的版本 它已經把它預設就打開了 那你想說 為什麼預設它不打開 到底很簡單嘛 因為大部分人都不是開發人員啦 你會打開的話 通常是你已經是程度比較好的 才會去開啟它嘛 對不對 但是為什麼它新版本就直接打開 顯然 開啟的 它會不會後面其實有做一個統計 大數據分析 原來喔 現在大部分人喔 一打開以share第一件事就開發人員 那它乾脆就順應名義吧 大家都要開 那你就直接打開就好了 不然的話 每次都還要再做一次 其實不是很麻煩 所以意思是什麼 這個時候如果你不會這東西的話 那表示你落伍了 OK 所以你一定要趕快把這東西學好了 我發現很多 因為我之前常常問同意說 你為什麼來學東西 因為我身邊的人 每個人都有按鈕啊 他很厲害 按下去就事情做完了 我一個按鈕都沒有啊 那我怎麼辦 所以他就來學了 所以應該也是可以理解的 我就按確定喔 這個開發人員就出來 那這邊有個錄製劇 那也就是說你錄製之前 到底都一樣 一定要彩排 什麼彩排 就是你把你做的滑鼠鍵盤的動作 先做過一遍之後 再錄製 這樣才會成功喔 就跟我們在錄影一樣 有沒有 先我們先裏一下 有沒有 不然的話你直接開發 NG又重來 而且你不能多做啊 其實錄製劇 他主要背後就是說 把你的滑鼠跟鍵盤的動作 都記錄下來 OK 大概就這樣而已 然後幫你寫成程式 所以另外有一點喔 也就是如果你不會寫VBA的人 其實沒關係 你會先錄製 然後有些程式 你如果不會寫沒關係 你可以把那個程式錄下來 之後再看看 到底錄了什麼 所以其實喔 有的時候我程式也不會 不會的部分我就錄 錄完之後我再看 看到底我再去改 因為我看得懂嘛 我可以改 OK 所以喔 這個地方我大概說明一下 其實這邊 錄製劇 主要會有什麼 清除 清除就這個範圍 然後這個就產生 OK 就這樣啦 兩個其實蠻簡單的 有沒有 你按下去 其實怎麼做出來 很簡單 第一個的話就是說 我們先把這個函數做好之後有沒有 然後變成這個的話 其實就是 第一個喔 你可能要就是錄之前喔 你要彩排 彩排什麼彩排 1 游標放在1、2 啊 記得公式不要刪掉 2的話呢 把游標放上去打勾 3點兩下 好 第一欄OK了 第二個的話呢 游標再放在F2 然後上面點一下 下打個勾 向下填滿 好 完成了 所以你就把剛剛那個動作錄下來 然後呢 把它改成叫產生 沒什麼 區跟錄好了 OK 錄的時候就按下 所以喔 你就是OK之後的話就開始錄製 然後就輸入名稱 產生 區跟錄好了 OK 確定之後就把剛剛的動作做完 停 最後做完之後就把它停止 最後呢 你在利用什麼呢 因為它錄完之後呢 它這邊就會有一個 叫做產生區跟錄的這個有沒有 就聚集就OK了 那你就執行看看 它應該就會執行 我先清楚 先清楚 那怎麼樣增加這個按鈕啦 其實按鈕在這裡 這個 如果說你假設錄完之後 你要變成這樣子的話 你就把這個 點一下 然後拖拉出一個 按鈕 然後跟它講說呢 我這個按鈕呢 將來是對應到哪裡 對應到這個 那並且把它的名稱複製一下 按確定 那為什麼要複製呢 因為要貼上 這樣就OK了 有沒有 你按一下它 它就會出現 不要的話 就把它剪下來 OK 那聚集部分這個比較簡單 所以如果 假如你對那個 VBA毫無所惜的話 那你就是回去 可以先從聚集開始吧 都做聚集 但是錄完之後不就沒事了 還要再做一件事情 你們看一下我那個程式 我看一下我裡面有沒有 你會發現我那個程式 有多了一些東西 綠色的 我字把它放大一下 各位有沒有發現 其實你錄完之後有沒有 它其實本來是沒有綠色這些字 那綠色這些字是我自己打上去的 為什麼呢 因為如果你要學習聚集 其實你可以從觀察聚集開始 因為其實這些都是VBA的程式 以後的話反正你不會你就把它照寫上去 那VBA就會run了 也就錄久了你就會自己慢慢就OK 那怎麼加註解 首先的話呢 我的習慣是這樣 前面加單引號 單引號的意思就是這個程式不會被執行 那後面的話你就把它每個step 比如說1做什麼 2做什麼 3做什麼 這個自己用自己口語的方式敘述啦 這個沒有標準的 反正沒關係 寫給你自己看的 因為特別是說如果你沒寫註解 其實你回頭看這些程式 你會覺得非常的沒有親切感 有沒有 但是你打上註解之後的話 你會覺得哇好熟悉喔 然後呢之前就有同意說 老師我突然看懂程式了 我說沒有吧 你看懂上面的字吧 對不對 那道理是一樣的啦 OK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學習 程式的話 建議還是先加一些註解 絕對